各位五安 我是西区警區刑事總督察侯禮民 在我身旁的是我們西区犯黑組的同事 包括案件主管 盧凱晋督察 今日的時間和大家是想講講 我們西区警區在今個星期 也即是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間 我們執行了代號黎霆掃穴的反罪惡行動 行動我們除了打擊區內的不法活動之外 也主要是針對黑社會的收入來源 我們在行動中總共拘捕了四十人 除了賭破了一個毒品分銷中心之外 和兩個非法的麻雀賭檔 我們也在行動中成功防止了一場黑幫的鞋鬥 接下來的時間我會交給盧邦辦 跟大家講講我們行動的成果 大家好 我是西区犯黑組主管盧凡曼 西区一直以為零星暴力罪行 在近幾個月開始發生零星暴力罪行 包括一些刑事毀壞 和和黑社會利益有關的紛爭 根據我們的情報顯示 我們發現有些黑社會參與的毒品 和一些非法賭博的活動都開始衝衝欲動 所以我們西区警區的刑事部和特別職務隊的人員 主動出擊 經過我們這幾天的部署 主動出擊去搜查一些區內的處所 其中包括一間位於香港仔的酒店 行動期間 我們總共拘捕了40名本地人士 總共有23男17女 年齡介乎17至79歲 其中一部份被捕人士 也有黑社會背景 我們被捕的罪行 包括反運危險藥物 管有危險藥物 管有毒品吸食工具 藏有攻擊性武器 刑事毀壞、刑事推嚇 以及經營非法賭博等等 我們亦向一批違反了限聚令的人士 發出5千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我們整個行動期間 也檢獲了70多克的可卡因 5克的大麻 一批毒品吸食工具 還有有一批相信用來駭鬥的牛肉刀 做一些賭博工具 在這裏我特別提到 在我們行動裏面 我們是賭破了一個 是位於香港製一間酒店的毒品分銷中心 那我們的調查 相信是有毒販 是承住這些酒店房價 因為疫情而下調這個契機 是以日租的方式 是每日同時 是租用多間不同的房間 作為毒品的儲存 包裝和交易的用途 那我們的行動 已經成功瓦解了一個 由黑幫操縱的販毒團夥 在另一方面 我們的行動 亦都是在較早前 我們是一架 拍攝在香港仔 一個停車場的車輛裏面 亦都相信這架車輛是一部偷車 在裏面找到一批的武器 包括牛肉刀 那我們其後是拘捕了 一班有三合會背景的人士 相信這班人士 是利用這部車 作為一個流動的武器庫 以作為提供武器給他們 將會展開一個 針對另一個幫派的鞋 那麼我們相信 我們成功是阻止了 這一場黑幫的鞋鬥 那麼我們警方重申 我們是有決心和能力 去打擊三合會的罪行 不法之徒 是不要心存僥倖 乘著這個疫情的關係 是從事不法的勾當 我們會繼續一如以往 積極收集情報 打擊所有三合會相關的罪行 以及堵截他們的收入來源 今天的簡報到此 大家歡迎發問 你好 東方 我想問一下 這些酒店房 它租了多久 以及究竟房價是多少錢 以及原先的鞋鬥 他們是打算在 什麼地方去做這件事 那麼就著你第一個問題 那麼本身來說 這些房間 它是因為這個疫情關係 是用一些很優惠的價錢 是去作一個招來 是用一個一二百元的價錢 可以租到一間房 那麼我們相信這個屯火 運作了約一個月左右 那麼另外呢 就著你第二個問題 我們拘捕的這群人士 相信就是因為一些金錢糾紛 和另一個幫派 是有一些紛爭的 那麼就相信這群武器 是拿來做一個報復的用途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 好 沒問題 審問減無言不 那麼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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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保持住 直播中 直播中 按卡就可以了 等一等一等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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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可 當請問渡 按卡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